聚额宝藏重线事件 我们当时因为发现了奇处一场 所有线索指向四处固阵 探宝困难重重 真相能否大败 我们可以看到曲线 踩上非常厉害 看到吗 张献忠聚额宝藏终极迷地 即将揭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5年4月20日 四川省彭山县 闽江大桥施工工地 工人在桥底挖出了 七枚重五十两的明朝观银 这个偶然的发现 揭开了一个巨额宝藏的精品秘密 而更奇怪的是 深入调查群发现 三百年间 江口曾经陆续出土了 大量珍贵的明代经营器 并且这些东西都跟张献忠有密切的关系 难道传说中的张献忠 巨额宝藏就在江口吗 一时间江口油宝成为众说纷纭的焦点话题 其实早在1993年 彭山县就曾秘密邀请了一支雾探队伍 在江口河道进行了细致的探查 但奇怪的是 当事人对这次雾探结果却始终逆而不宣 16年前 雾探队的这里究竟发现了什么 江口水下到底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呢 根据知情员提供的线索 在成都闹市区的一座老建筑里 我们找到当年主持秘密误探工作的队长 李明雄 我估计清早当时打了的 只是在那个江底 能够降得着的那一部分东西 埋到泥土里边东西 他们是不可能打了的 不可能打了出来的 但是前天发现了这个成因 完全是在江底的泥土里边 大概埋藏有两到三米 按照他的说法 江口肯定还有大量城堡 并且就在河道中心的淤泥底下 李明雄为什么会如此肯定呢 咱们今天啊 接着去寻找张献忠的宝藏 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位呢 叫李明雄 1993年的时候啊 他当时呢 是四川省地质勘探研究院 雾探大队的一个工程师 当时就是他带领着雾探队员 去江口寻找传说当中 张献忠的宝藏埋藏地点的 那我们说这些年之后啊 一直陆陆续续的对这个地点 有进一步的研究 那么可能大家会想了 那么张献忠在这个地方 到底留下了多少的金银财宝 值得我们如此的大动干戈呢 1993年 李明雄和队友在江口进行拉网式探测 探测范围从江口镇北端500米处开始 顺流而下 直到江口镇南端的污垫渡口 用船 先把那个侧线布置好 就那个河两岸啊 就是按照一定的距离 我们现在说的距离是200米一条侧线 这个侧线的两头都用那个木桩 把那个笋子全部栓在固定上 然后用这个小船 把那个仪器放在那个船上 然后船上从这个船的这边走到那边 然后就一致这么观察过去 用200米的侧线 寻找巴掌大的银定 李明雄对此并不抱任何希望 当时应该说不是很有把握 很有把握 特别是水上作业 但李明雄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第三天意外惊喜出现了 反映第一处一场反映大概是在第三天 就是M1一场 M1一场是磁法 电法都有异常显示 而且当时我们做了以后 走访了一下老乡 老乡说就在我们那个发现异常的地方 曾经有人在那游泳 在河底里边捞起了一把关刀 就是那个古代那个将士用那种刀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很高兴 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七天内惊喜接二连三的出现 我们当时一共发现了七处一场 但是所谓的一场物 到底是不是张献中的金银财宝呢 这个秘密十多年来 李明雄始终收口无凭 直到2005年 沿江大桥挖出七枚五十两重的明代观银 这时人们才突然发现 银定的位置 刚好就在李明雄发现的七处一场内 那么这张江口陈银探测示意图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图纸显示的七个异常中 有三个位于回水区 而李明雄认为 这三处是最有可能发现金银的地方 因为回水区实际上就是 那个金属衣物容易沉淀的地方 沉淀的地方 因为那个水都在那打旋旋的话 因此相对的说 金属衣物成为的可能性要大 而且这个异常的范围呢 也比较小 符合这种金属衣物的局部 这个沉淀在那这种可能性 这段河道只有三公里长 为什么会连续出现回水区 为了解答这个疑问 李明雄带领我们 来到七个异常中最好的一处 它位于乡政府和流取房之间的河湾里 现在我们站这个位置 实际上就是符合和明江交汇的一个地方 这个符合是由北向南这样子流下去 那么这个明江呢 从北西往南西方向走 所以这两个交汇以后 就往这个南西方向压 正好这地方又是一个 一个弯道的一个地方 一个转弯的一个地方 你看看那个小船 小船也就是这个弯道的 最往里边靠的地方 那么这些东西就很容易沉淀的 这个这么一个回水的地方 从这个方向再往下拦走 到我们挖出和捡到银子的地方 这条线就非常理想 由于两江交汇冲击 导致河床形成现坑 于是出现了有利于金属屋沉淀的回水区 而就在今年年初 彩沙船在这个位置又挖到了一枚银垫 但银定当时被山沙设备压扁了 但即使是一枚被压扁的银定 也足以引起人们的揣测 那么1646年春天的那个凌晨 江口究竟发生了什么 1646年清军一路南下 近东川北 而此时明朝残部正盘踞川南 伺击北京 于是四川刚好成为明清队垒的战场 而张献忠的巨额财富 更是两军都严缠的一块肥肉 但对于张献忠来说 大西国刚刚建立 根本无力抵抗明清两军的南北夹击 于是两拳相害取其心 张献忠决定主动进攻势力较弱的明军 而战场就在闽江所流经的彭山江口一带 那么张献忠到底有没有在江口 撒落巨额金银财宝呢 2009年4月28号 一辆面包车载的几个陌生人来到江口镇 跟他们同车到达的还有许多奇怪的设备 他们是中国地质大学的物坛专家 为了彻底解开巨额沉吟之谜 我们邀请这支国内一流的物坛队来到江口 而他们将借助科技手段 找到金银沉落的精确位置 然而一汪大水差点挡住专家的去路 这样他们感到 本次探测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江口沉吟呢 是散落在三公里长的河道当中 1993年李明雄第一次进行勘探的时候呢 用200乘100的大网度还使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如果说缩小这个网度就是把精度提高 细细的查一遍的话 最少要半年的时间 那么经费支持呢 大概得几百万 因目前看这样的条件很难达到 所以呢 专家们决定不进行这种大洒网式的方式了 那怎么办呢 那么就是从这几个点中 异常最好的最特殊的一个地方开始进行调查 那是哪呢 那就是M3 从地理位置上看 由西南方向来的闽江外江 在M3上游不远处冲进内江 巨大的冲击力在M3推出平缓的弯道 强大的水流把岩石搓成颗粒 因此这里也是河沙复化 而前来取杀的彩沙船恰好在M3周围堆出了一条D2 因此这里非常适合物探作业 但是物探队并没有立刻展开工作 而转身来到了层出土 期为淫定的河道里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 我们叫这个现场的这个模拟实验 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目标题就是 我们原来出土道啊 这个淫定 把放在我们这个发射和接受线圈的相对不同位置 我们这样从近到远 然后我们来看我们这个方法 能不能探测出底下的异常 原来这个实验是要模拟淫定埋藏的不同位置 通过数据对比来判断M3沉淫实际的埋藏深度 而探测使用的顺便电磁仪 数据可以精确到纳特 这跟我们常说的纳米是同一数量级的计量单位 我们在没有淫定的情况下 它是上来的情况是比较小的 我们有的淫定会有低度体之后 它会形成很强的摩溜场 在我们曲线上表现形态就是曲线 排线非常高 这种方法可信吗 当年李明雄就是一气所限 才不得不结束舞坛 所以将敌的宝贝有多少 体积有多大 这些问题李明雄无法知道 但现在这套设备也并不复杂 他能否找到陈洛的金银 这次的舞坛会不会重蹈16年前的覆辙呢 带着一次不安 实验正式开始了 然而第一个数据就让梁所长洗出往外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形态 你看 我们是二号点是正常厂 是吧 四号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放进这个淫定 我们可以看到曲线 排生非常厉害 看到吗 很明显 看到非常明显 这已经是几个数量级的变化 很明显 云并产生明显异常反应 这让专家们松了一口气 所以当天下午 M3雾探就正式开始了 而李明雄也受邀参加 但是经过长达16年的水流冲刷 经济环境早已改变 M3还能找到吗 蝉落河底的金银 会不会被水流冲到其他地方呢 李明雄凭借记忆 找到M3的大概位置 而随后乌探发现 这个点的异程反应非常强烈 这令在场的工作人员 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但为了判断准确 工作组还是在左右两边加密了网度 结果仍是异常 现在可以确定 这个点就是M3 于是乌探队以M3为基准 不一条纵向抛面和一条斜向抛面 加密一次又一次的进行 两条异常曲线 一点点的出现在屏幕上 这就是M3沉落金属物体的平面范围 长度约7到8米 宽度约1到2米 异常反应非常强烈 信号变化只得达到上万数量级 然后在这个异常厂中间 它还是有点不均匀 有大小 有高低的变化 可以说明它这个低租体 它不是说是一个完整的 是一个柱状的一个整体 它不是 它肯定还是有一窝的 就像这种这样的状态 但由于M3是散落沉淀 所以无法判定它的总量 这个消息让大家刚刚高涨的热情 再次低落下来 那么当年张献忠在江口 到底缠了多少财宝 我们只得再次访问历史学家 看看他能否给出推断 那么张献忠在江口的唯一的历史上记载的历史战争 是在1646年的春天 但这仅仅是一次试探性出击 张献忠带领一支军队 乘船送闽江南下出征 却在江口遭遇明军伏击 战船被击沉 军相沉降 当时他的建都还是在成都 当时他没有放弃大成都的这么个意思 这种情况下 这种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财宝都弄到什么船上去 但是张献忠撤离成都 是在1646年的夏天 大概是在百月份 百月初左右 那么在那个时候 因为距离江口的滋战 已经大概过去了四五个月了 而且张献忠当时在撤离成都 是方向和江口之战的方向是相反的 原来小分队江口战败退回成都 而五个月之后 张献忠才放弃四川 率大军北进 大军往北方走了 但是他的船只就恰恰 而且在于他的最重要的军项 和他金银财宝的船只往南边走 而且居然被一支 好像势力还不如 他的一支明代军 明朝军队给击败了 这种怎么可能呢 张献忠当时还是有几十万 因此M3所埋藏的金银 很有可能就是张献忠 被南下作战准备的军下 那么他的巨额财宝又去了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答案 但即使是军队补给 也是天文数字的财富 那么这笔财富又有多少呢 在彭山县江口镇 乌探队正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间们试图再次通过实验 来估算M3金属物总量 于是在河滩空旷地带 挖着机首先挖出了三米深的实验场 工作人员用跟银钉同样大小的铁块 替代银钉进行实验 并将铁块按已知的M3埋藏方式 丢进实验场 实验场经泥沙回田后 就成为M3的模拟环境 现在乌探队可以获取数据了 但是这个办法能不能有效 没有人敢断定 所以每个人都有些坠坠不安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半 那边是从百到万的数量级的变化 这边是百到千的数量级的变化 这边我们当时丢很像是一坨一坨 证明那边的东西可不是一个两个 肯定是一堆 不然的话不可能那么明显 最令人兴奋的一刻终于到来了 试验铁块约十千克 形成异常为上千数量级 但M3的异常是上万数量级 这意味着M3的金属物总量 至少是十千克的十倍以上 也就是说M3异常物仅重量 就达到一百多千克 说明那边的低组体 它的体积要比这边要大 因为那边我们可以看到的 它堆了一堆这个乱石 它本身就已经有个有这个 或三到五米多一个范围 已经堆起来了 所以你那个深度不可能是 三到五米以内的东西 可能三到五米以下的东西 三到五米以下还有那么大强度 我们这边 马上堆了一个两米三米 所以说说那边算比这边大 而且那边可能比这边深 那么它那边体积肯定比较体大 几经周折 铺探队终于还原出最真实的M3 欣喜挂在了每个人的脸上 M3散落在长七米宽两米 深三到五米的范围内 如果这些宝贝都是金银器 那么从体积上算 它们将至少能装满一辆运输卡车 而宝贝的文物价值将更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可以想象 1646年就在M3的上游 大西军遭遇明军伏击 几百只战船首尾相连 无处逃生 而轰乱中装载军饷的战船被击沉 咆哮的敏江水裹挟着战船冲进内江 在强大水流的鼓动下 猛烈撞击岩壁 战船被砸得粉碎 船上军饷全部掉入河中 而流水驾撒的这些金银财宝一路冲撞 最终平稳的沉淀在M3 静静的等待着三百年后的有缘人 1916年的探测结果终于公开 我们当时一会发现了迟处运动 亦团队锁定目标 宝藏出现动 我们可以看到曲线 踩车非常厉害 看到吗 探测结果出乎意料 历史将如何改建 张信忠巨额宝藏终极迷地 即将介绍 虽然M3是七出异常当中最好的一个 但是我们排除掉了兵器 日常用具农具等等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在金属量 并不是很大的前提之下 可能我们期待的金银财宝的数量 并不会太多 但是M3的数量说明 张信忠并没有把所有金银全丢在这里 那么其他金银财宝用在哪里呢 让我们回到历史长河中 去窥视那些冻结在时空隧道里的事实真相 1646年夏天 张信忠几经权衡 决定放弃成都 率领50万大军北上抗清 因为当时清兵采用一个叫长途奔袭的这么一个办法 那么叫秦者先秦王嘛 但张信忠万万没有想到会在半路上突遇清军 一箭就把它射死了 而张信忠的意外死亡直接导致大细菌整体溃散 五十多万人一下就在几个小时之内 就是完全就像赶羊一样的马上就跑掉了 那么他所有的云葬 他的资重 他的这些什么强力的妇女 他还有一些财宝 几乎都全部扔在原地 但是我的估计是说 这些东西几乎就被清兵 可能基本上就是收归己有了 清军打扫战场 收获泼风 但方便四川史料我们却发现 关于此事的记载竟然非常模糊 如果清军藏宝是真实的 为什么在历史上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呢 这种情况 就是说打胜党的军队 把战力品收为己有 而且并不上报 但也把它隐瞒起来 历史上相当的多 历史总共有奇妙的巧合与轮回 就在清朝末年 乡军攻打太平天国 同样把金银满库的天津城洗劫一空 但是清王朝去收到曾国藩的汇报说 诺大的天津城里 连一两碎银子都没有找到 但是后人有很多推测说 乡军当时抢掠了一大批财宝 当然以真实兄弟为首 但最后都这些财宝都大概运回他们的家乡去了 历史逻辑告诉后人 真正的张建忠巨额宝藏 其实早就在战场的硝烟和历史的迷雾中 静静的消散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通过重重迷雾 去看看贝赌历史的城市 千万别被一篇文章一句话就来 从小里头来说 从后来就能产生这种 我还叫做文物吧 反正发掃以后一代一代就可以传下去了 在我高考的时候 其实我最想报告的资源就能够考古 那这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主持后代的话 我认为比我们这一代 应该说保护管理就更好 千船成营这个说法 往往是经过民间若干年 若干代人的船 把一个本来虚幻的不大的一个事情 进行了无限无限的广告 这变成了后来说千船成营 那么张献忠的巨额财宝去到哪里呢 也许散失在那个战乱的年代 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像前面我们有的专家所说的 其实他的财宝早在那个年代 就已经被当时的乱兵所瓜分了 真正的财宝可能早就流落于民间了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曾经人们弹簧色变 只因蝗虫所到之处 灾谎连连 如今他们是餐桌美味 人见人厌的蝗虫 如何变成致富虫 敬请收看 重新科学系列节目 生财有报之 跳出来的